而今天政治動頭戲來帶您看到 就是總統候選人們 唯一一場電視的辯論會 在今天下午兩點登場了 可以看到柯文哲在辯論會交叉 結問的環節的時候 他就詢問賴清德他的台獨立場 而賴清德的回應 他說所謂的台獨定義 就是台灣主權屬於了兩千三百萬人民 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說你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現在美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 美國政府不支持台獨 請問你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總統調會第三階段交互結問 柯文哲用台獨議題 對賴清德展開攻勢 賴清德也定義他自己的台獨 台灣針對所謂台獨基本上是主張 台灣的主權獨立 是屬於兩千三百萬人所有 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也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個就是台獨的定義 我是一個務實的工作者 我的目的就是我在深入的時候講到了 守護台灣 建設國家發展經濟 照顧人民 喳喳結問內心地認為 所謂美國政府反台獨 是反對中國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 便能會上三位候選人互打兩岸議題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互相隸屬 是你們污名化把九二共識變成一國兩制 這是你們一而再三的洗腦 我們主張的九二共識是在中華民國憲法 所有的共識都在這個憲法底下 兩岸議家新我在2015年就提過 這只是對大陸方面表達一個善意 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善意上大家可以繼續交流 那剛才賴清德一直要把這個 去跟什麼一個中國 什麼一直要扯上關係 這就是典型的川朝付費 抹紅的手段 兩岸關係成了編論會上 共防焦點 畢竟兩岸始終是總統大選的重中之重 藉著許家聖家看靈 採訪報導